大家好我在这儿 上次讲到总统与赛罗斯合体 成为了全新生物葫芦赛罗斯 原本以为今天便是总统的梦想实现之时 当然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除了人马族兄弟以外 大家都觉得自己眼睛张了 总统与赛罗斯的合体 并非与血肉之躯结合 而是屈气魔法的星光体 只要一番魔力耗尽 那就会自然分离了 其他虽然感到莫名其妙 但随其一副嗤之以鼻 虽然总统与赛罗斯合体了 但情况从原本的二对二 又变回了二对一 这个合体难道没用吗 战斗毕竟得靠人多啊 而且这副马身也太难操控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赛罗斯告诉总统 总统的意识局限在人类用脚方式 请把三番身交给我吧 赛罗斯的话好邪恶 没给总统拒绝的机会 赛罗斯开启了瘦神变形 全新形态马尔契洛斯 感觉我眼睛的业障更重了 但正是赛罗斯的好意 他让总统以这个形态 了解人马的行动方式 然后其他也真的很神奇 这次他遭受精神污染 还可以大笑的猛攻 上半身赛罗斯引体防御 下半身总统专心观察 不久后总统明白了 比起两脚站立的重心不稳 四脚的站姿无意合理多了 人类进化成双足行走 但也失去四足的优势 前辈我们人类进化了嘛 而现在合体后总统 则取为了这项优势 在明白这项道理后 赛罗斯将身体交还给总统 让他的说法很大能误会 只见一阵亮光以后 扑路赛罗斯回来了 看着人马跳后旋踢 强力马腿的后跳重踢 塔罗斯即使挡下 但也被递到正退几步 正因为有四条腿 以脚力攻击的旋踢 威力可是两脚的好几倍 而且用双脚施展时 容易重心不稳的踢技 就像自旋一样 可以连续快速攻击 白金之心也没总统狂啊 落入下风的杰拉 下起闲网炎爆搬回一城 但总统用手轻轻一摆 将杰拉的魔法化解了 在名为《任雅宇宙》里 一位知名学者多尔·洛雷多·兰达修 他在一本著作《人体幻觉意识的幻象》里提到 人在行动前意识会慢个0.5秒 因此不管正强的绝招 就用那不可控的时间差 如果是远距攻击就算了 但面对总统这位格斗家 近距离的时间差不成问题 见自己的攻击无效后 只要采用新的战法 纳自将魔法附着一枪 热焰燃烧的血管炎爆枪 他一塔而是作为牺牲 进行冲锋的狙杀 不过受伸化的总统正有攻击无法阻碍他 想要尽量不伤害塔罗斯 并给予解他决胜的遗体 大帝之力再度派上用场 当大帝之力从脚底 正确传统至拳头时 将产生可怕的威力 而现在的人马总统 他不仅有四条马腿 还有大帝的魔力支撑 这才是真正的地和神拳 总统流派人马铁骑正拳 这只要的力道贯通塔罗斯 直击塔罗斯背后的杰拉 直接他的魔技铠甲崩坏 强大的贯通力道 加杰拉正弱马下 现在他连战棋都赶到施力 这场大战之战结束了 由妇鲁赛尔斯取得胜利 总统与赛尔斯结束合体 走往推倒梯的杰拉说 只要杰拉向他们承诺 会王去王都的人马孩童 那他可以做主放过杰拉 但想也知道杰拉无法做到 以他乡下领祖之女的身份 怎么去动摇王都的权贵 就能总统目前的势力 对王国也是堂臂挡车的情况 你真的以为王都会允许吗 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又有什么意义 对杰拉的历生质问 总统回答是有意义 不认是多困难 甚至难以实现的诺言 只要忠诚看待这份诺言 就会产生信赖与信义 信赖与信义 正是人们赖以为生的事物 没有了这两项 智慧就只能用于野蛮 听到总统的话后 杰拉露出了冷笑 他说总统在说大话 他不需要人马的信赖 杰拉对总统强调 真说起来的话 人马那些家伙 没有资格去怪罪别人 杰拉的话让总统明白 他对人马有着憎恨 并且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恨 总统打消学校洛言的念头 他只求学校塔罗斯的项圈 但塔罗斯这时候说话了 没有那个必要 塔罗斯承下的项圈 这是他抱持绝悟的行动 失血过多的他 注定不久后将死去 但在自己离世前 他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将组长执政交给塞罗斯 二是以他的生命 屁股杰拉到最后 塔罗斯背起倒地的杰拉 用别的各位看着兄长背着仇敌离去 想追赶上去的塞罗斯 被总统阻止了 不管塔罗斯的原因为何 他用生命换取的决心 身为男子汉必须尊重才行 虽然解他活着的话 有可能再次攻击村落 但可能到目前的情况后 倖存下来则是优先事项 即便是不供大家的仇敌 只要能当作沟通管道 那就要好好利用 而且村落真实战力看优 要是一直和对方纠缠下去 至少会露出马脚一天 至少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一位伴人马的老婆婆 在这时候出现 她是人马族最年长的长老 也是那不可饶恕的活罪阵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毕竟年代太过久远 只有像卡尼亚这种公主老太婆 才知晓这件事背后的原因 在受王治世之前 国度灭亡的人马族祖先 为逃离知能人自配 逃到了平起的北方 不过人马族的体型巨大 需要消耗许多粮食 在平起的北方里 许多人马族都饿死了 在这种时空背景下 诞生了伴人马 将年幼人马双腿砍断 其下半身便会停止发育 所需要的粮食也会减少 可是被迫做出这种行为的 避至下层阶级以罪人之志 并且更糟糕的是 成为伴人马后 就连后代也是伴人马 当时的人马族上乘 将伴人马视为奴隶 从他们手里夺取粮食 这等残暴不能过去 直到寿王统治才结束 但依旧有部分人马族 叛逾的寿王逃到南方地 在那里伴人马依旧是奴隶 至于为何要说明这段故事 其实是因为前期的访派 杰拉竟然是一位伴人马 此时接近深夜的时分 塔罗斯背着杰拉来到森林 他的生命已燃烧殆尽 他告诉杰拉 不要回去成立 再也无法用盔甲 掩盖真实姿他的杰拉 回去后毕竟遭受残忍对待 那就算成为了那父母一样 身为前高等冒险者的杰拉 也有独立存活的人力 可惜对于塔罗斯的好意 只要冷嘲乐缝回应 这次高高在上的人马族 对自己这位伴人马联名吗 但他完全想错了 塔罗斯之所以照顾杰拉 全是他老妈雅尔赛利亚 本来是塔罗斯的妻子 这里讲到杰拉的身世 雅尔赛利亚从小被掳走 杰拉的老爸哥尔多 是一名好色的家户 兴趣是欺负异种族少女 杰拉的老妈塞利亚 被奴隶伤人卖给哥尔多 之后杰拉就诞生了 不认知人或伴人马 杰拉不仅是一类 还是地位的存在 可想而知 小时候的他 经历过了什么样的磨难 而且小时候的他 也被灌输了仇恨 人们对他灌输的话语 是人马族卖到他阿妈 以换取到过多粮食 这想必一定是谎言 塔罗斯这种纯爱战士 连小时候青梅竹马的女儿 都很用自己的生命的庇护了 怎么想这都是谎言啊 目装贯创了塔罗斯 离此前的最后一句话 他仍旧是在担心杰拉 塔罗斯对其他的父爱 或许让杰拉有所触动 不过还还不及多想 除了在眼前的家户 像卡文这样的小人 怎么可能会这样死去呢 终于干掉的卡文 只是他准备的魔造人偶 魔导师总是有多手准备 在杰拉的行动失败后 卡文换了一位新雇主 新雇主是杰拉的属父 自杰拉的老爸去世后 他就想要割耳朵的继承权 杰拉现在这副模样 正好给他大作文章 卡文对杰拉表示 他对乡下的领祖权之争 没有兴趣 他的侍族始终都是魔导院 不过他很期待这一次 杰拉的露出马腿 能让他有好戏可看 杰拉现在到这里快结束了 之后就是他的最后一战 虽然他的身世的确可怜 不过剧情并不打算洗白 而是让他有最后的尊严 只是可惜他深处的世界 如果他在某个赛马宇宙 那血统不知道有多纯正 那我们回到稍早之前 在杰拉的战斗结束后 村子里进入修整时期 当务之急 是打造了一座牢固的城墙 备而使用狮王城墙 狮王城墙的原理 是把地理的严惩 瞬间变成简易魔像 这是一种自爱魔法 由于来源在岩城里面 如果放着岩石不管 过几天又会沉入地底 无法用作城墙一徒 但如果从不会下限的地方 把岩石切割出来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藉由魔熊被打的小手 岩石被牵成一块块石砖 据实不好运送这种小事 只要交给贝尔缩小就对了 运送方面大致没问题了 魔压缩真的好用 把云木缩小的丢给卡尼亚 让卡尼亚用木雕魔法 给削成一块块木板 之后再把它解压缩 就变成建筑材料 然后贝尔真的超故意 都不尊敬公主宝宝 只要藉由贝尔的魔压缩 再搭配众人的同心协力 只要等到几天之内 就能建起一座城市 现在科技都不敢这样玩 这是要未来革命 但总统表示有点担心 先前的他 只因为把十字公叫给孩子 就让孩子们差点上命 他生思这样做好吗 不过沙西说想太多了 就算有魔压缩这种魔法 也无法打造出 比其他城市优秀的建筑 总统也觉得自己太过挤人忧天了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时候了 孩子们跟勒马族 都需要一个可靠的家 并且沙西告诉总统 这次的事件 虽然解决了 但接下来不仅要防范 那些道者们和魔兽群 更是要防范的魔界的居民 便是北方的混沌邪教徒 也就是所谓的魔祖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宅政我们下次见